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讲官方狗的话 原则上我们还是要先定义一下 什么叫做官方狗 官方狗这个字很明显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狗 一个是官方 什么叫做狗 以我们现在要讲的例子来说 官方狗的话 但是除了中心之外 万一主人有难 或者是主人有敌人出现 或者是主人看谁不爽的时候 他们要有挺身而战的能力 或者是为主人排有解牢的一个念头或行动 以前我们都说打狗看主人 现在不是 现在打主人要看狗 所以说满足这两个条件才可以称为狗 以这个条件来review一下 我们先不要讲别的 我们讲我自己好了 像胡夫骑射根本就不满足这两个条件 对不对 你说他中正不合他根本就没有 对不对 大家也知道胡夫骑射是有乃便是娘 见一个爱一个对不对 虎狼之徒三性加奴连狗都不如 所以的话就是连狗都不如的家伙 我们就不要提他了 那前面的这个狗前面加上官方两个字 那官方这两个字很明显的是对狗 这个字在做进一步的修饰 那这个广义来说的话 就是可能就是为了官方讲话 为官方去攻击第三方 或攻击没有版权的这些产品的话 原则上的话 广义上来讲的话 就可以称呼为是一个官方狗 但是我个人觉得呢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是比较不公平啊 因为这一些人可能是基于很高贵的情操啊 或者是他跟官方真的有什么感情上面的一个升华 什么的啊 这些部分的话呢 我们都不晓得 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你去骂人家官方狗啊 我个人觉得可能我们也以小人之之父去度君子之心啊 或者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啊 这个可能我们也太小气了 所以呢 而以我个人的话 我会比较倾向啊 用一个比较狭义啊 用一个比较严格的标准呢 来定义官方狗啊 那我的定义的标准就是怎么样 就是呢 有吃到官方给的狗粮的呢 才叫做官方狗啊 也就是说呢 你要拿的官方的好处啊 而且大家都知道你拿官方的好处 然后你还拼了命的替官方讲好话 替官方呢去当打手 去攻击其他的 还不是攻击其他的玩具公司 你要是攻击其他的玩具公司 也就算了 他们不会跑去骂黑曼巴 也不会跑去骂危将 他们是跑去骂其他的玩家 这一点就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无言 对不对 那如果说以我定义的这种狭义的官方狗的话呢 那谁满足这个条件呢 以我观察这么多年 大陆的这个论坛方面呢 我个人是比较不清楚啊 但是以台湾来讲的话呢 有官方狗呢 我个人可以告诉你 台湾这一两年以来非常的不错 大家也慢慢的觉醒到 就是说 你官方的打手又怎么样 你胸又怎么样 我们更多人可以反对你 现在这些官方狗 已经没有像演技那么嚣张了 为什么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敢跳出来去反抗他们 去顶撞他们 都是搓中他们的一个弱点 就是说你们其实也有在玩第三方 你们只是低调玩的 但是你们也是有在玩 你们不要讲的那么圣洁 再者再者再者 大家有一个观念 大家有一个观念 就算是孩子堡 就算是官方 在我们的眼中 也只不过是一家玩具商而已 我们连官方都不放在眼里 我们还会怕他养个狗吗 对不对 那这个观念的话呢 就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分享 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